在历史上看来,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,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。 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,却无法耕种,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,没有了农民,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? 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,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。 公元前215年,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,秦朝大将蒙田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,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,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阵旺,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。 匈奴残部望风而逃,远顿大漠。 然而,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,攻占墨北,而是转攻为首,三十万大军以战国十七燕,照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,就地修筑长城,从西北的林瑶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,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,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,人力去修筑长城呢? 因为秦始皇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,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,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。 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。 首先,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,而如果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,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。 把平时基本不起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,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,金钱训练,同时由于这些农民当了兵,不能再从事农耕了,还要蒙受生产上的劳动力损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